您的訓練是在網站上看到日本人說他們有醫學上面的嚴重證據 說用10秒鐘就可以治療我們的肩頸疼痛 請問您你覺得這個有沒有可能呢 就這樣子,依照學意來講,我們試過不知道 依學意來講,如果你把肩膀墊到肌肉上鬆下來,這可能是可以 但是呢,如果有筋膜上面的沾黏,就沒法10秒鐘 要把筋膜沾黏的部分先進去 但是他不是不知道,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你請你躺下來,你來試試看,好不好 那10秒鐘,我這邊也有一個定時器 你看能不能真正的10秒就讓他整個鬆下來 那躺下來之後呢,依他的就是說,可以齁,10秒鐘呢 我看了,我也看了那個,所謂那個網路,我也看了一下 他是把他放在這個地方,讓他肩膀,他手拉,拉開的 我們來試試看,開始,10秒鐘的試試看 看能不能真正讓他鬆下來 10,10秒鐘,來,我們把它拿下來試試看喔 但這樣10秒鐘,你也沒什麼感覺 我覺得10秒沒什麼啊 沒什麼感覺齁,是 因為恐怕你這邊還有一點沾黏的問題 沾黏的問題就不會10秒鐘 尤其我們前面這裡齁,有一個叫鳥蕙 我們的鎖骨,拉過來齁,這邊有一個叫鳥蕙 鳥蕙呢,這邊有一個叫鳥蕙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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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蕙蕙� 就没办法再十秒钟 就让我松下来 现在呢 刚才十秒钟 这一条肌肉呢 已经有松了 有吗 你刚才松一点 你刚才松一点 你刚才是有松一点 是有松吗 有松一点 那一条所谓的那个我刚上肌啊 还没有完全松掉 那要不要再试试 我再试试看 你绝对是有松到吗 有松一点 因为要试这个 比较严重的 你来试比较严重 对 试个十秒钟 手肘还弄好 等一下 你这个时间 这个手要放这一圈 再试试看 再试试看 这边把肩膀这样 抬起来 它会松 没有像过拉的 就会松 OK 来 来 我起来给你检查一下 有没有松 那条心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是比松 这边还有一点紧 那这边是明显松 是有松掉 这边是松掉 是有擦 那我们要不要给他弄二十秒看看 看看他会怎么样 刚才我们这样已经做了二十秒 那我们这边 现在这边紧 我们来换做这一边 好 好 那这一这个 我们就给他做二十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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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检查一下 是有松的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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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刚才 但是呢 核心还没有完全松 对啊 我还是觉得 核心没有松掉 但是整体上是比刚才是松的 尤其这条 刚上去这个核心 还没有完全松掉 那我们给他弄一分钟看看 好啊 可以 那现在换这边 刚刚那边二十秒 这边也二十秒 现在我们给他一分钟 一钟 因为可能他是说 十秒钟就开始松 对 那我们现在给他 给他一个一分钟 因为总比按摩快 对 按摩机 可能要搞个一个 一个钟头 对 就是你的脚要绑起来 手 这么滑 这边真的也没有压力的感觉 这边真的也没有压力的感觉 大摩子 跟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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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手啊 这个地方 好吗 好 好 好 这底层了 看起来看看 跟中指 身體的脚是松的 对 我也觉得摩起来好像 比较Q啦 像摩子一样会Q 对 因为这边一点 这边就是松掉 是有效 那一分钟也是很不错 不错 因为这种能够做到效果 比你按了半天 对 对 对 有時候沒有按好 別按越硬 對 這兩邊一比較 你看 就差了對不對 原來是這邊比較嚴重 對 現在變成這邊比較緊 那我們那邊再給他一分 先擦下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手要放 你剛剛不是說要綁嘴剛剛這樣子 對啊 這個綁甲效果會更好 為什麼 你綁甲你的全身肌肉會瘦一點 對啊 我練手幾秒啦 我練一分鐘 我練一分鐘 因為用大的鼻鼻鼻的腳 我自己綁的綁得比較緊欸 我自己綁得比較緊欸 我自己綁得比較緊欸 你綁得比較緊 因為我看他們網路上說 我看他們說綁得越緊越好 是有鬆的 兩個都很鬆的 這可以 這種方法不錯 可以 因為我們可以應用 對 你自己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摸下去是 是 算QQ的 對 你摸下去 但是還是沒有完全好 還是再給他 再給他幾分鐘 再給他幾分鐘 這次給他兩分鐘 好 來 看看能不能 就這麼說 對對對 你還是摸到有硬硬的嘛 對 有心 你就換這邊了 這邊有心子 還是有心 嗯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方法如果真的有效 比你真的摸摸摸摸摸 在家裡很簡單的自己可以用 對 那個什麼 那個 壓 壓那個肩胛骨 喔 痛到要死 非常痛 壓那個肩胛骨那塊肉的時候 那如果真的這樣就可以處理掉 真的是 一大福音啊 欸 明天早上 蛤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每天時候在這裏唱課 喔 嗯 嗯 嗯 如果要過來 我要推我媽過來 對 可以 那 那媽媽在這邊 照 照那個燈 對 那照那個燈 那我去進 那沒有人看的話可以嗎 沒有問題啦 你 你 我都要再 喔 手 真的會難嗎 現在沒有 那 我覺得是因為剛剛沒有綁腿 然後 腿上面 所以 所以 因為你綁腿把它灌 喔 你小腹讓它開掉 你會用能力 對 我剛開始 有這種感覺 對 所以 我們善用工具 就是 有個人說 我睡覺 把腳變毛就好 那睡著就不知道 對 所以 如果那個 我們坐在椅子上面的時候 有希望把腳 說 我會經燈 還是用你自己的力量 去把腳變住 但是 用 上面工具的話 你就不需要啦 嗯 現在是兩分鐘 那兩分鐘 對 現在是 個人都兩分鐘 對 那先看看 那個心 就要跟著起來 那心是心跟那樣 嗯 好像更沒有了 但是 好像這邊還有 還有一點 這 對對對 這邊 這邊就很痠 痠痛 對不對 哇 痛痛痠痠痠痠 這裡還有 啊 還有 這個需要 把那個 氣質 除掉 啊 從這個地方 噢 我們還是用它的方法看看 用它的方法看看 你看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說肩頸 對 所以照理說 它認為它的方法 我們剛剛是兩分鐘 對 現在給它 剛才 阿沙里給它五分鐘 對 欸剛剛這邊做過了 是 要換這邊嗎 對 這邊繼續 走 可以嗎 就是 檢疫的在家裡是可以種的方法 我記得把腿綁起來比較 比較沒有負擔性 可能我習慣了睡覺都只要 我只要躺下來都會綁 所以剛剛沒有 不綁腳就覺得沒安全感 不綁腳就覺得沒辦法 我一定要去找袋子 怎麼樣都要去找袋子 我會嗎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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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Medical 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抱歉 他做人的新宿的麥克風的經驗 那麥克風的經驗 他的麥克風是很快的 那天他做的那個部分沒有錄影機 我們今天看媽媽來的時候可以請他 做那個部分再去一次 他把那個策略的麥克風 他把策略的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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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麥克風真的很輕 這麥克風很輕 這麥克風十秒二天 這麥克風是很輕的 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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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心味不見了 但是這裡還有 然後對這個氣節比較意思 會不會是氣節是比較深層的 對可能不是這樣這麼短的時間 因為不管我們五分鐘加起來就是 這個肌肉當然一按 比平常我在按的時候 更容易氣節算掉 那怎麼樣 很痛 你看看這邊有神經 必從神經從這邊經過 所以這邊要起壓到的話 會很痛 很痛 真的很痛 唉唷 有效嗎 有效 你看這邊的確有鬆很多 這邊的鬆一點 剛剛那一根心沒有了 心不見了 可是你剛剛按的地方還是會痛呢 對這裡齁 那我們先把這個也做完了 然後再說 剛剛這邊五分鐘就全部鬆掉了 全部鬆掉了 對 我們在這邊再來 這邊有那個氣節嗎 你要不要寫我 有有有 你也有嗎 右邊比較厲害 我是覺得右邊比較厲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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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一個叫伯多 在九州叫伯多燎 它是暗但是很輕 很輕的暗 所以它不是衣服室 是伯多另外一種方法 對 對 對 伯多也沒有了 它每次也行 對 在日本九州 也有一個很多部分 那他們做是跟衣服有什麼不同 衣服是髖髖子 哦 那伯多是肌肉鬆弛 那這兩個方法你都會 對啊 因為我伯多在晚廟 去那個學衛學 但如果我來試看 因為我妹妹 她有一次在東京的時候 肩子專門 請人家按摩 那個人就跟她講 咦 咦 按摩都不會痛 咦 我問你這什麼療法 我都療法 跟我講 我去趕快說 小事啊 找到 嗯 多久以前的事情 差不多三年前 哦 所以你已經研究三年了 對 所以有 所以我有一些地方 按摩之後 輕鬆的按摩 那個 我都療法 鬆 但是有的像我的那個 氣質 一副打開就行 氣質 我要復身 那 當然少了 就是 你的手腦很痛 那 腹脂肪就比較好痛 咦 那我剛剛那個頸部 那個地方 嗯 壓下去會從那個用腹脂能 腹脂能 不要我們那個 包含血液栓 它就不會痛 很快掉 速度 我常講啦 治療的方法 越多越好 但是衣物療法 有它的特性 那它對局部呢 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要其他的手 那個整個股架的調整 一定靠衣物啊 有沒有 膀環節 嗯 調好了 你自己要用腸啊 你就正 骨盆就正了 坐在骨盆上的脊椎呢 你自然就倒正了 而且我們身體面要三臟 但左右症之外呢 還有前後的症 前後症就是所謂的冠狀面 我們稱之為前後的 自然的生理環曲度 因為我們人類進化到後來呢 你脊椎呢 變成一個S型 就產生一個避震作用 好像你跑步啦 走路啦 那個 你會上下這樣震動 如果你是一根直屎的的話 會衝擊黑帶 所以那設計的感覺就是S型 我們比較能夠抗拒衝擊 就是避震器的原理 當然還要注重一個就是 水平面的症 坐股要在水平面上 股骨頭兩根要一樣高的水平面上 股骨盆上原呢 在水平面上 鎖 按你的臉 不要再水平面上 所以三症 左右症 前後症 水平面上 一般的術 就是 左右 就是石狀面 前後就是冠狀面 水平面上 我們三個部份 一定會在水平面上 正過之三 因為我們身體有三個屬層 骨骼 肌肉 骨骼 骨骼 有骨骼 沒有肌肉呢 就是 枯爐去 但是有肉 沒有骨頭呢 就是我們菜市場 肉攤上面 骨骼 骨骼 八象之後 就一堆肉 我們就不動 對不對 但是呢 骨頭跟骨頭之間呢 如果沒有韌帶的黏緊 它就沒辦法做活動 就雙眼 這個還是有一點 一點點 在這一條 這一條是從 veg的他 有什麼 有沒有 這個氣質 對 要有一點 小氣質 對,酸痛一點 你有看到還是摸到? 摸就是它有個氣節在這裡 那這氣節是要怎樣? 是給壓下去讓它散開嗎? 不是,我們最好用複石呢 那個氣節都是很多的乳酸沉澱在哪裡 乳酸的話,我們就可以用按摩 或者用複石能電位來解除掉 那老師,你幫我用複石能是這個 好,來,加一點的骨 那是摸得到的是不是? 對,沒有 那個氣節,你剛一摸就摸到了 就什麼拿掉 那個是悠遊卡的,是下面 喔,悠遊卡 每次都摸半千,乾脆 好,這是什麼東西? 我在黃花選了一雙 這是在腐圍,一個祖傳的秘方 喔 它是一個奈米籍的產品 所以一般呢,你很多按摩 按摩的東西 按摩膏、按摩酸 用完之後呢,會綿綿 這個腐圍就完全吸收掉了 它有奈米籍 你是祖傳秘方怎麼有奈米籍? 奈米是現代的東西 對啊,它就是做得很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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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很多都是黏黏黏黏黏黏黏的一樣 嗯嗯嗯 那祖傳的東西怎麼那麼久遠就能做到奈米籍的產品呢? 最主要它的除份 雖然是祖傳方法 那祖傳的方法是比較科系的方法 現在科系的方法 好 就是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方法 那富士尼呢 可以讓你的這整個定位的改變 像我們肌肉束啊 齁 就是最外層的膜齁 就帶正電 就蓋離子帶正電 膜的內側是負電 當那個正電跟負電呢 電路交換的時候呢 就產生一個叫做花火現象 所以花火現象就是肌肉會收縮 我們肌肉收縮就是花火現象 但是呢 電位恢復的時候呢 然後就蓋那個正離子的房子外側 涼涼了 對 像齁 我們的肌肉欲活動對不對 就是我們細胞齁 我們細胞裡面有一個叫栗腺體 栗腺體就是等於我們生理裡面的花電機 栗腺體會做什麼作用呢 它把臉機很明亮 蛋白是指負 看水化而入呢 到裡面去了之後呢 經過一個叫黏膜酸循環 就指出一個叫ATP啊 就是體內能量 活動能量 但是它也負產物 就是乳酸分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都有經驗有沒有 你很久沒有去跑一百公尺 突然去跑一百公尺 隔天會怎麼樣 三百公尺 就是TATP 你沒有 腳就等著那個 沒辦法蹲下來 那就乳酸完全沈澱 可是運動員 你看他們每天就跑 為什麼不是 因為他的心情代謝好 所以他不會造成的 但是呢他們正式是比賽的時候嘛 你看他們那個 還在正賽的時候 那個教練都會帶一個什麼 按摩師 他們做完就給他按摩 按摩的問題就是讓乳酸啊 把他螃蟹掉 不會堆積到隔天啊 那些端跑健將啊 有爆發力一出來 產生太多的乳酸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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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